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卫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热话 今天主要跟大家讲三件事 第一件一定要讲的就是 刚刚在昨天渣打马拉松就跑完了 跑手在运动衣服上印有香港加油 被要求换衣服 在手脚上纹了身 即是纹了香港加油的运动员 也要找交部遮住才可以跑 第二件事想讲一讲 政府打算修改法援制度 刑事案的申请人将不能有指定的律师 第三件事想跟大家讲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之前有讲过 当局会派一些人员去到学校 协助推广国安教育课程 第一件事是昨天的渣打马拉松 总算是顺利完成的 上个星期也讲了两天 这个Chiki Duck的王店老板周小龙 上个星期已经在吹鸡了 他说会帮运动员送上香港加油的烫章 也可以帮他们印在衣服上 周小龙也强调 其实他的事先张扬又吹鸡 他博宣传一定 但是是不是背后 其实他也想等主办单位 有一些防范 多过真的要抗争呢 你怎样抗争得到呢 其实有多少人真的去找周小龙 去烫了香港加油 就不知道了 但是多就应该不是很多 但是也有人想着可以偷鸡 但是你怎会逃得过警方和主办单位的发眼呢 对不对 据报道就是说 比赛的现场就看到有些跑手 就因为衣服就印了香港的字 那款字看 你打斜看 打横看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有加油那两个字 所以就被警方折查 赛会就要求这些选手换了衣服 才可以继续参赛 也警告说如果不敢做的话 就是不换了衣服 就说反转都不可以 因为可能你跑跑一下 你又跑到中间 你又反反转衣服来穿 都不定 他说如果你不换衣服 那就后果自负 有跑手因为那件衣服印了 有香港字眼的黑色背心 被带到保安处检查处 就接受检查 另外有些跑手 就说要求反转衣服 但都是不给的 说真我一句 大家都是一件盛事 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东西呢 再有参赛者 脚上都印有香港加油的纹身 赛会都要求他遮住 他最终用胶纸遮住 去继续参赛 大家可能都有看新闻 都有见到 有些参赛者 又是要求叫他换衣服 他就说他没有衣服 也都说不换衣服 就直接不参赛了 为了什么呢 你明明是想参加马拉松 又再说 都已经18个月 没有举办过了 这次也是 国安法生效了 之后的第一个 这么大型的体育城市 为什么要为淡气 而去取消呢 穿件普普通通的衣服不行 一定要特意和大会搞对抗 要整件香港加油的衣服 我都不太明白 那些跑手有些什么 脑子不知想些什么 大家不要误会 今天有很多朋友在这里说 有什么搞错 只是衣服写上香港两个字 都说不准 其实不是针对你的衣服写上香港 而是针对在香港加油的衣服 这个字再配上这一款的艺术字体 因为如果大家都记得 其实这款字体 在黑暴期间 经常在黑衣人和黄丝的物品 是一个文书 政治味极度浓郁 其实这款字体 是来自台湾的博方创作团队 当年他特意设计了这款字体 给一些黑暴和黄油特意用的 究竟如果国安法生效了 已经一年多了 你参加这些体育盛事 你说得明白这些字体 可能都是很敏感 或者有可能会违反国安法的 你都特意要去做的 我只可以说你自己拿来了 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说说法援 其实今次建议法援的制度有大改革 说到之前在黑暴期间 如何引申很多在法援 即是濫用法援的争议 其实大家一提 不得不提就是爆眼泪这件事 爆眼泪在2019年8月的时候 发生这件事 当年这个爆眼泪就是黑暴受伤 然后他曾经申请法援 大家都说 搞错了 你用公帑的钱 就指定聘用一些很贵的大律师 当年他就聘用资深大律师夏博尔 又用司法程序去阻止警方 杀取这个医疗报告 惹来坊间对他的伤势 的真实有很多质疑 然后没多久 就有媒体涂闻并茂 踢爆了爆眼泪 不单止没有爆眼 还在去年在机场上 漂亮漂亮女女拍照 就离开了香港 大家就很质疑了 其实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 都没什么影响 这件事当年引爆了社会 有很激烈的讨论 也揭开了 在2019年黑暴里面 就有很多这些拿法门的案 就质疑那时候的法门制度 是很容易因为制度问题 就被有一些有心人去欺骗或者濫用的 也都有政界人士表示 收到不少律师的投诉 就说部分的法门案件 就集中只是在某几间的律师行去处理 坊间也有明眼人分析 单靠去勾钱的法门 已经令到某一些的律师行 哇 那段时间就很和美了 最终经过这段时间 政府终于经过一轮的研究之后 就推出有今次的方案 我跟大家讲一讲 在刑事案件方面 将会由法门署署署长 就指定委派什么律师 去给那些申请法门的人 只会在特殊的情况下 接受受助人去提名律师 例如之前的受助人 已经在下级法院 已经找了那位律师去帮他做代表 政府也向立法会的 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提交了文件 指出 现在的刑事案件里 法门受助人 可以自行去提名律师 处方也会考虑不同因素后 决定会否接受他们的提名 但这个做法令到很多受助人 和市民以为 原来在刑事案件里提名律师 是属于一些法定的权利 的而且确 大家都觉得 因为你都没有怎么拒绝 每次人申请 大部分每次申请的时候 尤其是这些黑暴案 你都给他用回他指定的律师 所以大家就觉得 原来是应有的权利 所以政府就认为 今次的新安排 就可以避免产生 这些错误的印象 亦都希望可以 给法援署 陆续去累积更多 具备处理刑事法援案件 有经验的律师 觉得好事 在文事案方面 文件也提到 他就会下调一些律师和大律师 可以接这些案件的限额 大律师就会每年 由20宗减到15宗 律师就由35宗减到30宗 也有一些规限 也是一件好事的 有关于司法复核案件里面 今次这个建议 就会加入一些限制 每名的大律师 每年只可以接纳 就是接这些案件三宗 而律师就每年 只可以接这些案件五宗 刺了上限 就变成了你有制度 就不会有揽 揽这件事 大家讲来讲去 其实我们身为这些小市民 我们很简单 我们只是希望公平 这两个字 政府今次的做法 其实就好像借用了 公立医院 轮候医生的做法 你受助人去排队 人人都没得选择 就派个律师给你 这个做法 不单止可以有效地 杜绝了好像爆眼泪 这些背后有很多黑幕的案件 第三件事就是要讲学校 全体公务员已经宣誓完了 政府现在就开始扩展到 是不是有些公职人员都应该要宣誓呢 教育界就是其中一个有可能的目标 同意 应该要宣誓 是呀 教育局局长 杨局长 刚刚那个星期六 在电台和电视节目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到 他就说 现在正在研究着 一些津贴学校的老师 和学校社工 和一些语言治疗师等等 是否应该都要宣誓 我绝对赞成了 他也有提到 教育局也会派一些人员去到学校 协助推展国安教育课程 他就期望 今年年底最快希望做到 首长准教师的基本法测试 配合学校的招聘 之前大家应该都记得 有个言语治疗师工会 在黑暴期间 其实就运用他们的力量 在一些群体里面 对中小学生造成破坏 希望去灌输一些很歪的歪理 用一些故事形式 最终他就被人DQ了 如果今次要改 教育局局长就说 希望扩展到其他有份社工 语言治疗师 甚至乎尊校的教师都要宣誓 我觉得绝对是有需要的 其实如果说到宣誓 我想教育局局长 应该都看到有必要性 所以才说出来 他又提到 就会派员去到学校协助 推广国安教育课程 继续之前 我们的特首那份施政报告 就会在老师里加设了 一个基本法的测试 我就不得不闻 虽然大家都说过很多集 单靠这些基本法的测试 做一些MC题目 是不是就可以令到 他们爱国爱港呢 基本东西你有 好过没有的 但是是否可以阻止到 那些黄教师 去荼毒下一代呢 那为什么呢 他又没有说到 什么叫做派人员 去学校去推广这个 国安教育的 什么叫派人员呢 其实为什么要派人员呢 究竟是我派人员去 突然之间去 看看你是否做那件事做得好 还是你派人员 就让那些学校 不要求求其其做 都起码知道 你们会有人下去了 你都做场好戏呢 还是你有监察呢 是不是要说得清楚一点呢 还是你觉得 学校本身 未必会做得好 所以要派教育的人 下去去捉住他们 做得好呢 我觉得这方面 教育局就不要因为 为做而做 纯粹交差就算了 这方面 教育局局长 狠请你 都讲清楚 这个细节里面 你觉得怎么样 才可以令到 你派教育局下去 去帮助学校去推广 这个国安教育 做得更加好 做得更有条理的 麻烦教育局局长 期待你再给多些资料 我们 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